1991年,11岁的我被好朋友逼着陪他去考广东舞蹈学校 结果他没有考上,反而我通过了三轮的考试 最终收到六随通知书 就是这样一个机缘巧合 我和舞蹈的缘分延续至根 29年的舞蹈生涯,学生时期的我 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有机会在一次一次的舞蹈比赛中磨练自己 参加全国图里杯舞蹈比赛压力很大 如果出现少少的差错,甚至是一些站不稳 都会被评委扣分,和个奖就没缘 记得当时强化训练期间 最怕老师说的一句说话就是 好,我们最后再来一次 现在想起好感恩 努力和坚持最终都赢得了优异的成绩 直到演员时期的我 2001年考日香港舞蹈团 开始接触不同的舞蹈和舞剧 作为舞者,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舞蹈不是简单的肢体动作 而是充满着色彩和情绪 全心而舞的态度才能感现观众 2010年到现在,我晋升为香港舞蹈团的训练导师 舞蹈教学对于我来说是新的挑战和魔力 很幸福的是,舞蹈团经常都会邀请不同的专家导师来授课 很开心可以和大家一起学习 我希望吸收那么多的知识提升自己 我感恩一切,感谢所有培养和教导过我的老师 骗导,多谢他们的栽培 感谢我的学生,舞蹈团的同事对我的包容 正是因为有他们,我们的舞蹈人生才有了不一样的色彩 2020年,我会继续不忘初身,珍惜当下 我会继续不忘初身,珍惜当下 我会继续不忘初身,珍惜当下 我会继续不忘初身,珍惜当下